21号反气候变迁组织最后一代的成员 冲入意大利著名古迹特雷维喷泉 将黑色植物碳液体导入许愿池中 借此抗议政府补贴化石燃料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特雷维喷泉有大面积的池水被染黑 罗马市长加提叶里在推特上谴责这项抗议活动 他表示受够了对艺术遗产进行的荒谬攻击 其实这已经不是这个组织第一次破坏或试图破坏艺术遗产 去年7月他们试图用胶水将首年在文艺复兴代表画作 波提且立的春上 从2022年5月到11月 短短半年共有14件艺术品遭到气候行动者的攻击 其中包括了文艺复兴代表作 达文西的蒙娜丽莎 以及荷兰黄金时代画家维梅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 去年11月 全球将近100间博物馆馆长 透过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表声明表示 活动者严重低估这些行为对画作的损害 对于艺术品所面临的危险深感震惊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辉摩张其林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